截至週三 除了中國大陸外 中共病毒感染病例上升到了84萬 死亡近4.3萬 意大利把全國封閉措施延長到了4月13號 日本的疫情出現了曙光 週三沒有新增和死亡病例 意大利週三新增4782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已達10,574例 死亡13,155例 在經歷多日病例激增後 過去幾天來 意大利的新增病例數量 表現出明顯的緩和跡象 但意大利衛生部長週三表示 這些積極信號並不能說明疫情即將過去 同時宣布全國性的封閉措施 將延長到4月13日 從現在開始 可以允許父母帶著孩子短暫外出散步 西班牙週三新增6213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102,179例 死亡9,131例 由馬德里會展中心改建的臨時醫院 週三正式開始接受中共病毒感染者 這間臨時醫院總共可容納1,400名病患 同一天 來自北約盟國土耳其的一架 載滿醫療防護裝備的飛機抵達西班牙 再向北約發出關於口罩、護膝機和防護服等 醫療物資的援助請求後 西班牙已經先後收到不同盟國發來的救援物資 法國週三新增4861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確診56,989例 新增死亡509例 累計死亡人數已突破4000 法國的全民禁足措施已進入第三週 總理菲利普週三表示 針對疫情的封閉措施不會一次性解除 而是會根據法國的病毒測試能力 以及法國人對病毒產生的免疫力等多項因素 來決定合適放鬆或解除限制 英國週三新增4,324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29,474例 當日死亡人數激增563人 其中最小的死者僅13歲 目前英國死於中共病毒的人數已達2,352人 截至當天 英國已經有152,979人接受了病毒測試 衛生官員表示 很快將會再建5個免下車測試中心 大幅提升英國的病毒檢測能力 亞洲方面 日本週三沒有出現新增的確診和死亡病例 目前全國累計確診2,178例 死亡57例 現場在ギリギリ探討 緊急事態宣言必要的情況 沒有認識的確診 另外 在中共病毒感染全球近百萬人 造成數萬人死亡 並重瘡全球經濟後 世界衛生組織負責人譚德塞 週三再次表達了對疫情不斷升級的擔憂 與其在疫情爆發初期為中共站臺 極力淡化疫情嚴重程度的言論 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 美國已有多名聯邦議員 參議員呼籲對世衛展開調查 追究其充當中共馬遷族 向全球傳遞錯誤信息的責任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